本周中对阵奥格斯堡的得甲比赛中,罗本收获了个人在得甲的第98球,就此与奥巴梅扬,车范跟并列的甲外籍球员射手榜第7位, 曾效力达姆斯塔特、法兰克福、勒沃库森的韩国球星车范跟,共在得甲出场308次进98球没有一粒试点球,其中在效力法兰克福期间,车范跟曾与现德国队主帅勒布市队友,在1985-86赛季效力勒沃库森时,车范跟一共出场38次打进19球,成为了在欧洲俱乐部单赛季进球最多的韩国人。 这一记录直到2016-17赛季才被孙星敏打破,而在国家队出场136次打进58球的车范跟,至今仍是韩国国家队进球记录保持者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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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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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